如何才能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 爱自己 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以前 写的超越自己 创造自己 肯定自己所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 超越自己 超越什么 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 譬如孩子早上起不来床 喜欢拖延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弱点 我们要超越自己 明明不想做了 但是告诉自己 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做完 我要彻底做完 于是你就坚持到底 这是超越自己 当然你要超越自己的时候 你先要知道你自己是怎样 你知道自己身高很不高 那你一定要在篮球上 有多么伟大的表现 恐怕你可以硬是百发百中 但是你跟那比较高的比起来 恐怕就不见得划算 你的声音很不好 你说我不能够做广播的播音员 真是如此吗 说不定你用你那个烟嗓 你就可以创造另外一种风格 我们听唱歌的有多少人 一个音出来 我们都已经陶醉了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有魅力的嗓子 所以你认识自己 要接纳自己 你也认识别人 自己跟别人比较 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然后接纳自己 然后发挥自己 而且这个时候你要有个信心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财分 每一个人上天都会 随着你的诞生 他把一个天分给你 只是你的爸爸妈妈不一定发现 你的老师不一定发现 搞不好你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的爸爸妈妈出成绩来看你 你的老师从你上课 是不是专心 那字写的好不好 考试的成绩来看你 那这个社会 看你是从哪个学校毕业来看你 从你的证书来审舵你 问题是 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吗 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想办法 发掘出另外一番天地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 但是我有个特色 就是从小我就自己搞 所以有些人认为 我搞诗词这些东西 一定我是家学渊源 错了 我是自己搞 自己就找了古诗词 所以有些别人都知道的解释的方法 我不知道 可是有些专门学文学的人 从来想不到的那些东西 我却想得到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你可以发挥 这个发挥就是创造自己 所以我说超越自己与生俱来的弱点 创造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 你有你的风格 你有你的特色 你就不是别人 如同石涛讲的比不比 摸不摸 画不画 自有我在 对的 我在 你不是一直要临摹 一直要模仿 你在临摹模仿 跟随古人的这个同一个阶段 你要跟随自己 不要把古人的头放在自己的头上 认为你看我可以高尖援助 你要站在古人的肩膀上 往远方看去 至于超越自己 创造自己 肯定自己 是当我们到人生的后来的阶段 我们比较弱了 我们不要沮丧 你年轻过就不要怨老 这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那些年轻过 然后到老的时候 一天到晚到院的人 这是让人瞧不起的 是的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年轻 我们何必怨老 老是人生的一部分 老是生命的一部分 老是我们也需要经验的一部分 老当中有老值得回味的地方 老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回忆 你从来不回忆 那么对不起 你的人生变得很短 你如果常常能够回忆 像我最近我还找一找小时候 看了漫画 到图书馆里面去找 一看 于是我回到了童年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角落 在名胜古迹 在不同的地方 在书籍里 看到你的童年 回忆到你的过往 你的生命会变长 所以要肯定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来一趟 这样才能够是完满的人生